如果说在这里大家说油价一涨的话 物价是不是就会涨呢 现在大家又讲到税的问题 证所税讨论快一个月了 赞成要开专的声音逐渐出来了 那么郑交所董事长薛奇 以韩国为例 他说即使科征也不会冲击股市 前财政部长也就是县政 元大金控董事长严庆章 也认为证所税应该要赶快讨论 但是小股民还是没有信心 一听到证所税马上就抱怨了 政府官员不要有事没事 就挂在那边什么证所税证所税 一说证所税股票就跌下来 一听到证所税这三个字 小股民忍不住又要抱怨 受伤的都是我们 我们你看看我们去年已经跌 一整年都没有赚到钱对不对 我们这样在今年再这样跌 我们真的受不了 议题抛出来快一个月 课不课证所税有几种配套作诗 几乎每隔几天就有新版本 大盘基上八下 小股民也跟着心惊胆跳 证教所董事长薛奇就喊话 证所税不是洪水猛兽 现在时空环境不同了 大部分散户其实不会被嗑到 不会冲击股市 所以赞成对法人课征 他并以韩国证所税为例 如果一年交易金额超过一亿美元 或者是投资金额超过 该党股票的市值3% 才需要课征 一般民众根本不用担心 就连原大金控董事长 今天刘部长不是已经说不课征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对资本市场 应该是很有利的消息 正反意见都有 证所税三天两头就被搬出来谈 在还没定调之前 投资人恐怕要先有一颗抢心脏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